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7号 那今天的狗哥呢是特别想聊最近两天啊 这香港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热门的事件 其实这个事呢 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呀 这个事呢也是特别特别值得关注的 因为如果呢 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事上能够认识清楚了 那真的是可以让狗哥呢就感到是很佩服了 那什么事 就是最近呢香港呢是举行了中学文凭考试的历史科的考试 香港的中学文凭考试呢 差不多就相当于中国大陆的高考 高中毕业进大学的这个考试 中国的高考呢是全中国都在两天内就举行 基本上是在每年的6月7号6月8号这两天 那今年呢是由于发生了这个疫情 由于这个关系啊 中国的高考呢是推迟了一个月啊 会在7月7号和7月8号这两天呢来举行 那狗哥呢是了解了一下这个香港的高考啊 就是这个中学文凭考试 它的不一样 它呢是从今年的4月底就开始 有很多不同科目的考试 那一直呢会持续到5月底啊 差不多呢是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那前两天举行呢是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历史科的考试但是这么一个考试 试卷上的一道题 那最近这几天呢就在香港啊引发了一场非常非常大的风波 当然了这个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风波它的很多的根子啊就在中国大陆 那大家呢先看一下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啊 中国官媒的报道 这个呢是中国的这个媒体风向标 环球时报的报道 它的标题 香港高考历史科今日开考 试题被斥引导学生做汉奸 大家可以注意了啊 一个关键词就是汉奸 然后呢这个中国的2号官媒新华社的报道啊 标题 舆论呼吁杜绝有毒教材试题 图毒学生啊 这里边呢有两个读字啊 还有这个中国头号官媒人民日报的报道 标题 香港教育需要寡骨疗毒 里边呢还是毒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啊 中国官媒 中国党媒的这些评论啊 里边又是汉奸 又是毒 还有寡骨疗毒 那是不是就会让中国人觉得问题特别特别的严重 在香港呢到处都是毒 对不对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是这次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历史试卷上的一道题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大标题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和日本 那很明显的这道题呢就是涉及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的这个历史题啊 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下边呢他是给了两段资料 资料C和资料D 就是历史的材料 让考生呢通过参考这两段历史材料呢来答题 那这种处理方式呢 中国大陆的网友呢应该呢也都是很熟悉的 根据材料来回答问题 那这种方式的题呢 在中国的这个历史啊 政治啊 这些文科的考试里呢 也总是有 大家呢首先来看一下 这两道题里边的这两段历史材料 它具体是什么内容 第一段就是资料C 它是取材于1905年出版的日本法政大学校长 梅谦次郎那篇文章 具体的内容 狗哥呢非常准确的用这个大白话来概括一下 这位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 他在文章里说呀 去年有一位清国人范元莲请求跟我见面 他说的这个事呢是发生在1904年 当时呢还是大清朝 这位范元莲狗哥呢查了一下他的资料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 他是湖南人 1899年到1905年间呢是在日本留学 那学成归国以后呢是供职于清朝学部 就是这个教育部 中华民国建立后三度出任教育总长 那这位范元莲 他求见日本政法大学校长梅谦次郎 是在1904年当时呢这个范元莲呢 他还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清国留学生 他见到了这个梅谦次郎以后就说 我的国家将要进行改革 就是指这个大清朝啊 以前大清呢向日本派留学生 大多数呢都是学军事啊 或者是教育 那学法律和政治呢就非常少 但是呢范元莲认为呢 大清要改革成功 那法律和政治人才呢就必不可少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日本啊留学学这个法政 学这个法律和政治 那根据日本的这个学制 至少呢也要六七年的时间才能毕业 才能学成 那这个时间呢 这个范元莲认为就太长 他认为呢这个大清改革呀 急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那你花六七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这些人才呢 那时间太长就等不了 所以呢他就建议这个梅前次郎啊能不能为清国的留学生呢开一个法政学习的速成班 用一年的时间就学完 那这位梅前次郎呢就认为呢你学习法律和政治啊再怎么速成至少呢也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但是呢他考虑到范元莲这位清国留学生表现出来的这种非常迫切的想帮助中国呢进行改革的愿望 然后呢他就专门呢在法政大学呢就开了这个一年就可以毕业的这种速成的课程 而且呢日本法政大学这个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的速成班呢得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小村的赞成 那清国驻日本公使呢也申表赞同 他呢还计划敦促这个清国的各省的都府还有皇帝啊要尽快的派留学生呢到日本参加这个速成班的学习 这个呢就是这次引发争议的这个香港高考历史题的第一段的资料啊一位清国留学生去见日本法政大学的校长 说这个我们国家要进行改革非常需要法律政治这方面的人才那你能不能帮我们 那这位日本法政大学的校长呢就说OK啊就特事特办专门呢为这个清国的留学生呢开设了一个速成的课程 那这个事呢还得到了日本外交部的赞成这个呢是第一段资料 那这个第二段的资料里边呢有两个引文啊里边的引文一呢是取材于黄兴在1912年1月写给日本政客井上新的一封信 引文二是取材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日本三井财阀在1912年2月签订的一份合同 黄兴这个很多的网友呢应该都会知道他是这个清末民初啊非常有名的革命党人革命党的领袖人物 跟孙中山啊是齐名的啊但是呢就是黄兴呢他是去世的比较早 那考试题里边引用的这段材料呢是黄兴写给日本人井上新的一封信 对日本的历史呢如果说有一些了解就会知道这个井上新呢在那个时候啊他是在日本政界还有商界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人物 那黄兴呢这封信写了什么 当时呢是1912年的1月啊中国的这个革命党人呢已经快成功了 大清呢马上就完蛋了 黄兴呢他就首先呢向井上新是介绍了中国的这个形势 说目前革命党呢已经组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跟这个还在支持清朝的袁世凯呢暂时达成了协议 双方呢要停战一个月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和平解决的办法 如果最终不能和平解决 那革命党人呢跟袁世凯呢就还要继续战争 他写这封信呢就是希望井上新呢能够支持革命党人支持中华民国新政府 黄兴呢他还希望呢井上新呢能够发挥作用 让日本的三井洋行向民国新政府呢提供资金 下边的这个引文二呢就是在一个月之后 1912年的2月那民国临时政府呢就跟日本的这个三井洋行啊签了一份贷款合同 借款呢是日元250万元 下边呢还有一些具体的条款 比如说借款呢拿什么东西做抵押 期限呢是一年然后还利息多少 这个呢就是这道历史题的第二段的材料 然后呢下边呢就三道考题 需要考生呢来回答考题A啊从资料C归纳一个可能妨碍中国现代化努力的问题 那狗哥呢就可以回答一下 就当时的这个中国大清朝缺乏各类现代化的人才 这个呢就是妨碍中国现代化努力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人才 所以呢这个范园联呢 他呢才向日本去求助 希望日本呢能够帮助中国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这个呢是狗哥的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那这道题是三分 大家都可以给狗哥呢打一下分 看狗哥的这个答案呢能拿几分 那考题B到1912年1月 革命党人在推翻清政府的这个事上有多成功 狗哥的答案 当时革命党人呢马上就成功了 因为再过一个月呢这个大清皇帝呢他就要退位了 而且黄兴这些革命党人呢也很有志谋 他们呢不是说只知道去打仗只知道战争 他们呢还愿意跟这个袁世凯去谈判 要从这个大清的内部啊去瓦解大清 而且呢他们呢还会争取外援 让日本的政界啊日本的商界啊都支持革命党人啊 这道题是四分大家的请打分 下边就是这次引发大争议的考题C 1900年到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力多于B 你是否同意此说 参考刚才的两段资料 并就你所知 解释你的答案 狗哥呢再重复一下这道引发了非常非常大争议的考题 1900年到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力多于B 你是否同意此说 参考刚才的两段资料 并就你所知解释你的答案 当时在看完这道题以后啊 狗哥就觉得这个有什么可争议的啊 这个呢就是一道很正常的题目 而且呢狗哥呢可以肯定呢 这个参加考试的香港的中学生们 他们答这道题啊 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会是不同意此说 就是不认为1900年到1945年间 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力大于B 狗哥呢可以非常肯定这一点 而且呢狗哥呢还可以肯定呢 这些香港的中学生 他们都会给出比较充分的论据啊 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 但是呢就是这么一道 其实是很正常的历史题 马上就引发了来自香港政府 和中国官媒的很猛烈的批评 那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 在考试的当天晚上呢就发表声明 认为这道题啊极为片面 严重伤害国民感情与尊严 教育局呢对公开考试里 出现如此设计的试题 身表遗憾并予以谴责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呢 他是通过社交媒体来发文 说香港教育不可以成为五眼鸡龙 五眼鸡龙 狗哥查了一下他的意思呢 就是没人把关 没人管 不可以成为这个五眼鸡龙 就是说需要有人把关 需要有人管 中国官媒啊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刚开始呢狗哥就说了一些 就不再多说了 但是呢跟这个香港政府和中国官媒啊相对立 那香港的很多团体和公众呢 都是支持设计这次考试题目的香港考评局 香港的这点呢跟中国大陆不一样啊 中国大陆的考试呢出题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教育部门 但是呢在香港呢是考评局 那这个考评局呢他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啊 他是一个半独立的机构 跟香港教育局呢没有隶属的关系 比如说香港教协啊 这个呢是一个香港的教师工会 他就表示啊教育局谴责考评局的事体 那这个呢是政治凌驾教育的行为 严重冲击考评制度 并扼杀香港教育理性讨论的空间 狗哥呢刚才说了 狗哥自己的观点呢 就是认为呢这个呢是一道很正常的历史的考题 那香港呢这个绝大多数的中学生 狗哥也认为呢也都会给出有共识的答案 不会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 日本给中国带来的力大于弊 这个共识呢肯定呢还是会有的 因为狗哥呢对香港的教育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呢狗哥认为啊 这个呢就是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本来是很正常的事 那香港政府啊中国政府 非要搞出来这个别的事 非要搞出来一些矛盾和风波 非要在这个鸡蛋里挑出来骨头 特别是这个中国政府 中国的官媒 整天拿着放大镜 在香港找各种毒 那大家说这是不是有病 到底是香港有毒 还是中国大陆是一身毒 那我想呢这个应该是 大家是早就有共识了 对不对 现在呢大家呢再来看 中国大陆的两道考题 据说呢这个是中国大陆 大学历一年级的这个政治题 第一道题爱国主义与什么具有一致性 这个呢是每一个中国公民 必须坚持的立场和态度 下边呢有四个选项 A爱社会主义 B爱中国共产党 C爱人民政府 D爱广大人民 那如果说呢你选D爱广大人民 那答案就是错误的 大家呢就可以猜一下 中国政府定的这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好一道题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首先体现在 A对骨肉同胞的热爱上 B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热爱上 C对祖国大火和山的热爱上 D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热爱上 有人选择了A对骨肉同胞的热爱 那结果呢也是错 在这呢狗哥又不愿意去猜 什么是这个所谓的正确答案了 狗哥就是觉得呀 这些题目本身 还有设计的这些答案本身啊 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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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弱智 真的是太弱智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呢竟然是中国大学里边的考题 大学生大家都知道都是成年人了 中国的成年人啊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成年人 大学生竟然还要去答这样的题 狗哥真的是觉得真的是无话可说啊 那这些考题跟这次香港高考里的历史题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是不是就是天壤之别 然后呢 这个中国政府 中国官媒还都在骂香港的这个考题的设计 大家呢再来看香港 中国之外的一道考题 这个呢是英国建桥大学国际中学教育 普通证书考试啊 在2013年的一道历史题 它的题目是 大部分德国人受惠于纳粹统治 你有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论述 建桥的这个历史题跟香港这次考试的历史题 它的这个出题的思路是不是就是一样的 那按照这个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思路 建桥大学这么出题 是不是身上就有德国纳粹的毒 必须要刮骨疗毒 但是呢 建桥大学的这个IGCSE考试啊 它在全世界都是被高度认可的 香港政府高官的那些个子女 中国政府高官的那些个子女 如果说他们要去英国建桥 牛津这些名校去上学 那狗哥估计呢很多人呢也都要参加建桥的这个IGCSE考试 所以呢真的是这个本来这个中国大陆啊就很荒谬 那香港回归中国20多年 在各方面啊都在向中国靠近 都在被拉低到跟中国大陆一样这个荒谬的水准 香港的这个考试引发的这个风波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 本来香港的这个教育 香港的这种考题的设计 它是跟这个现代文明世界接轨的 跟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考试 都是一个水准啊 能非常好的去鼓励学生的思维能力 去鼓励学生的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但是现在就必须要被中国政府拉低到跟中国大陆一样的 非常愚蠢的水平 那大家说这个是不是中国在祸害香港的又一个证明 今天影片的最后呢 狗哥呢也给大家呢出一道题 根据中国共产党出版的书籍 中共最牛领导人毛泽东 他在会见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的时候 多次说过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这样的话 那大家怎么理解毛泽东的这个表态 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留言区里给出答案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咱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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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